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十九年苦期盘 一月天子命福伯 太监问证开出荒唐药方 离关进县救命先丹 贵妃续作后宫梦 涉局用计多筹谋 皇帝死因终成千古之谜 权力之争 究竟谁能成为最后赢家 见证本期播出 紫禁城一案第四集 新地参遭毒杀计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的紫禁城 微露秋色 一如往常庄严肃木 见证着大明王朝又一位新地即位 明朝皇帝的登基仪式 称作登基仪 有着即位和扶桑的双重意义 去世的万历皇帝朱义军 排位下葬 皇长子朱长洛 便登上城楼 俯瞰他苦等了几十年的江山 在明朝皇帝传位没有善当 这样新皇帝登基 正是老皇帝死的时候 新地龙袍加身登基 老皇帝躺在那里还没有下葬 究竟是悲还是喜 这确实是很难拿捏的 所以做了这一种越舍而不坐 这一种特殊安排 奉天殿内结束了繁琐冗长的登基仪 战战兢兢当了二十年太子的朱长洛 一人助力殿前 此刻已经成为皇帝的他 一扫心中的委屈求全 终于尝到了孤家寡人的滋味 朱长洛成为皇帝的第一日 郑皇贵妃还没有案例搬出乾清宫 前清取自唐代韩玉 缘和圣德诗中的诗句 前清昆仪 亦为天下清和 各地平安 明代皇帝的寝宫 一直都是这里 作为已经过世的万历皇帝宠妃 正是仍然迟迟不肯离去 这不单单是他对往昔的不舍 对侍者的留恋 更有着即将要脱离权力 核心的不甘和不愿 殿外夜色渐起 有了些秋日的寒凉 挺起案之后 渐渐收起羽翼的 郑皇贵妃想着 该是有所动作的时候了 郑皇贵妃同朱长罗 行礼道贺之后 身后便鱼贯而入八位美姬 从朱长罗上下打量的动作 和眼神中 郑皇贵妃再次印证了 自己对这位新帝的判断 他像他的父亲一样 财色皆好 这份厚礼带着浓浓的 讨好意味 似乎太过刻意 但是人生中充满着压抑 和禁锢的朱长罗 全然不顾 与郑皇贵妃的前仇旧恨 笑纳了这份登基后礼 早在登基前夕 郑皇贵妃 一直在等待新帝的 册封之令 在宫中拨命相征 三十年的他 也深深明白 万历一旦过世 不但远在洛阳的儿子 此生再难有所作为 自己在宫中的情势 也会变得非常危急 多少人在等他 滴落谷底的一刻 将这些年的恩恩怨怨 化作掩埋他的黄土和官国 未免夜长梦多 在王皇后病逝之后 郑皇贵妃催促万历皇帝 立他为后 可天不遂人愿 万历仅仅留下了口头承诺 便驾鹤西去 郑皇贵妃围求自保 不得不跟这位 他曾欺凌过的皇长子 兵世前贤 郑贵妃是永恒的 不自清 如果她已经成了皇后 当然她的孩子 就变成了嫡子 先皇帝的嫡子 她的孩子 就变成了理所当然的 合法的 具有权威性的 皇位继承人 你光宗就丧失了 当皇帝的合法性 此生少能得到 父亲肯定的朱长落 一度沉浸在负命 和皇权包裹的安慰中 更是在郑皇贵妃 进宪的后礼中 沉醉自喜 不禁想要替父 履行承诺 策立郑皇贵妃为皇后 但是这场万事俱备的册封 却没能给郑皇贵妃的苦苦等待 送来一个满意的结果 礼部尚书孙如勇 劝见朱长落 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使得朱长落放弃册封 还派了郑皇贵妃的侄子 郑养信来游说 郑皇贵妃听闻大怒 生起这个被人眷服的侄儿 也将不知好歹的骂名 送给了出尔反尔的朱长落 但事已至此 面对群臣的围攻 和朱长落的动摇 郑皇贵妃无奈退出了 这所曾与他万千荣华的前亲功 亲帝朱长落登基几日 连续颁布了几条新政 大多针对万历时期的朝政弊病 想打开一番全新的朝堂之局 也给自己这委屈的三十九年证明 可短短四天 他便有了不遇之征兆 到八月初时 登基十天的光宗朱长落 就身体不济 已经无力再立朝政 朱长落病倒 已是精神长期受压抑 体力衰弱 初登大位朝政繁忙 劳累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恐怕逃不开 沉眠女色这样的原因 由郑皇贵妃送上的八名眉姬 说是精挑细选 绝不为故 不单有美貌 还通晓诸多才艺 温柔体贴 很快就把朱长落 困在温柔箱之中 白天 白天日理万机的光宗 已经精神劳瘁不堪 退朝之后 他又难抵女色幼妇 一生二淡 玉玉信念 这日 郑皇贵妃再一次来到乾清宫 身后跟着一个太监模样的人 这个名叫崔文生的宦官 是郑皇贵妃原来的内侍 光宗即位后 题为私礼监丙笔 掌御药房 医药房在明朝时候 它是直接负责皇帝的医疗 保健的这样一个特殊机构 明朝初年的时候 叫上药局 后来改成了御药局 御药房 在明朝是太监专权 就是说这个御药房 当家人不是院使院判御医 这些专专业人员 而是宦官太监 来掌管着御药房 皇帝后妃们的用药 配药 煎药 也都是由宦官来操办的 万利朝 御药房的提督太监张明 精于医药 然而 他被载入史册的原因 不是高明的医术 而是一桩后宫命案 竹中至中记载 神庙贵妃 李娘娘有吉 郑阳阳名下太监张明 医治不孝 宫氏 竹中至中将张明 比作汉宣宗时期 毒害许皇后的衣服 纯于眼 影射郑皇贵妃 借御药房太监之首 毒杀真宠者 李贵妃之事 历史的故事总有相似 崔文生出现的时机和身份 让人不得不由所联想 崔文生一番望闻闷窃 很快开出了药房 言之凿凿 断定皇帝并无大碍 对这份来自郑皇贵妃的关心 钟长洛欣然接受 御药房的太监们 按照崔文生的药房抓药 小心煎熬 试过无毒 才将一小碗深色的汤水 送入了乾清宫 这天晚上 吃过汤药的朱长洛 一夜起来了三四十回 早晨阳光照进乾清宫的时候 他已经无力起身 崔文生的药房 不但没有治好皇帝 却使得他本已亏空的身体 丢掉了剩下的元气 就此卧床不起 天子命悬一现 太监理官真能救命 红丸来历不明 究竟是药是毒 是物诊 是庸医 还是贵妃 社稷毒杀 见证正在播出 紫禁城一案第四集 新帝惨遭毒杀计 新帝安慰为重 朝中大臣 一面等待御医们 妙手回春 一面上书 拥医崔文生 8月22日 虽然已经停要十多天 朱长洛的身体 却每况愈下 时任兵科解释中的 杨连 履行自己觐见的职责 冒着被庭杖打死的危险 暗指正房贵妃 居心叵测 伙同崔文生 加害新帝 重大案件一般是 交由三法司来进行处理 这个是正常的司法程序 但是如果有的时候 比如说危害皇帝的安全 让皇帝非常的生气 或者说对皇帝 造成了很大的损伤 那么皇帝很有可能 就把这些案件 交给自己的亲信司法组织 比如说锦衣卫 东厂 西厂 这些人来处理 可是在杨连坚持之下 朱长落给出的最终判决 仅仅是将崔文生逐出宫去 当时情况下 作为皇帝的朱长落的决定 已经是能够达到的最高司法级别 但这一层却分明是 凌驾于法治之上的人质 不知是有意为之 还是无心追究 朱长落夸奖了杨连的忠心 却没有对他怀疑 郑皇贵妃的事情 有直接的反馈 对于这样的结果 杨连作为臣子 已经没有了上诉的权力 他心中有了判断 逆耳中言 不敌枕边细雨 光宗的宠妃 李玄氏 也是郑皇贵妃 伸到新帝身边的触角之一 李玄氏 受宠的程度 堪比郑皇贵妃 当年在万历时期的风光 身体已经垮掉的朱长落 在秦清宫 召见大臣的时候 心心念念的 竟然是封李玄氏 为皇贵妃 对于这样的皇帝 他又能要求什么呢 就在崔文生 被逐出皇宫几日之后 自知病入膏肓的朱长落 终于想起了 作为皇帝的责任 再次在病塌前 召集方从哲等大臣 此时他言及父亲 还未修好的陵墓 十分悲切地说道 朕收公也 交代文身后事 朱长落却突然问了一句 有鸿炉官禁药者安在 诸臣错愕 这鸿炉寺的官员 怎么会尽药 皇帝又是怎么知道 有这等人在呢 太医院呢 是这个皇室的这个医疗机构 在名义上 太医院管理着这个皇室的 这个医疗医药 但是设立了这个 御药房之后 明门规定 皇帝和后妃 如果有病的话 太医院只负责诊断 开药方 那么配药送药 都有这个御药房来管理 鸿炉寺为四品衙门 朱长朝会宾客 吉凶以礼之事 在前几天 传习天下广招名医之后 红炉寺臣李可卓 曾上本说 他有仙丹红丸 可治万岁病症 面对皇帝的问题 此时群臣和太医们 纷纷监口 他们都知道 这是观天的大事 更不要说 用一个长礼小官 来历不明的仙丹 给皇上治病 一旦出现任何闪失 最后查治缘起 恐怕有那么几位 就要给这位命悬一线的皇帝 陪葬了 作为内阁首辅的方从哲 也只能劝谏 红炉四成李可卓 自云先方 臣等未敢信 但在朱长骆的命令下 李可卓还是被带进前清宫 浸下了一颗仙丹红丸 服药之后 朱长骆感到身体豪转 大赞李可卓实为忠臣 看到皇帝面有起色 在场的顾命大臣们 一时间也不知该不该放下内心忧虑 不多时 李可卓奉命又一次送去了仙丹 身时天色尚早 他不太轻松地离开了前清宫 众大臣挤上前去询问 只得到一句 平善如前 当天晚上 郑皇贵妃的寝宫中 面对着渐渐暗去的天色 他也感到瑟瑟秋矣 唯草木之灵落西 哄美人之池木 朱长骆称帝将满一月 而他的努力却一而再 再而三地化为泡影 搬出了前清宫 册封之势遥遥无期 朝中更有人怀疑他 设计毒害新帝 种种处境也让他再难平静 郑皇贵妃有些力不从心 如今紫禁城内的局面 从大局已定 仿佛成了大势已去 九月初一 天色微亮 紫禁城里在短短一个月以后 送走了这位新登基的皇帝 关于他生前身后的风波 远比他作为一位皇帝的功勋 更令人关注 正如与漫长的太子生涯相比 他称帝的时间简直 短得不值一提 郑皇贵妃再次来到前清宫 看到了李选氏在过去的朱长洛身旁痛哭 仿佛当时在万历旁边的自己 皇帝驾崩追责胡丸 太监药方再生事端 贵妃被夷布局设计 朝堂上下争论不休 混乱不堪的紫禁城内 究竟是贵妃的庇佑之所 还是她的葬身之地 见证正在播出紫禁城一案第四集 新帝惨遭毒杀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召集大量13至15岁的姑女 取之精血 一说红丸实为春药 另也有长生药之说 是药是毒 取决于用药的时机和分量 根本没有明确的界限 正方贵妃清楚 崔文生被逐 皇帝已逝 这件事情早晚会同之前的挺机遗案一样 化作时间中的尘埃 尘封于紫禁城内 所有一切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除了他与崔文生当年的关系 何况这红丸才是朱长洛送命的仙丹 李可卓恐怕是急功近利 却葬送虔诚的替死鬼 更重要的是 他早就懂得 深宫之中也没有什么律法 只有权力才是唯一的规则 在明朝还有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锦衣卫东厂他所审理的案件 他审完了再交到三法司进行一次会审 这叫招狱会审 不同的是 就是卫厂已经是把这个案中的犯人 拘拿入狱进行严刑拷打之后 才交到三法司会审 对红丸案的追查 众人目光齐齐指向开放的太监崔文生 和禁要的红卢四成李可卓 最初给皇帝治病的崔文生 成为了众人口中有心谋害的投毒之人 原来崔文生给朱长罗开的是大黄药 大黄主要功效在于清热泄火 有鱼者泄 不足者补 这才是正常的用药之理 可是面对已经被纵欲生活和繁忙朝政 掏空了身体的光宗皇帝 崔文生竟然开出一副这样的药方 虽然这里没有一剂剧毒之物 但也绝不是什么良药 寻常人用此药无妨 但对于虚弱的光宗来说 这足以拿走他半条性命 崔文生以物诊为自己开脱 然而这反而令人怀疑 因为他可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太监 曾经身为正皇贵妃的内侍太监 崔文生几年后就被着身为掌域药房 懂得医药 何况崔文生面对的病人是一朝天子 这种物诊又岂能是他开脱得了的罪责 更重要的是 崔文生的药是摧垮光宗的关键 也是后来光宗扶红丸驾崩的根源 诸臣针对这几个疑点上书天启 急证文生典型用章国法 宦官犯罪 那么我们如果说走正常司法程序的话 肯定是交由三法司来进行审理 因为它属于是比较重大的疑难案件 那么到后来呢 就是我们知道宦官专权以后 私礼间也就是宦官的一个组织 私礼间的权势越来越大 所以后来宦官再犯罪的话 可能就会由皇帝来亲自决定 是交给哪一个部门来进行审理 明朝的身份管辖 也为崔文生提供了一丝保护 本来若真是投毒 则大明律中规定 若用毒药杀人者斩 而恰恰因为崔文生的宦官身份 使其免于正常的基层审讯 甚至是三次会审 而直接由皇帝发落 正好得益于皇权与司法之间的空隙 另一方面 面对朝中穷追不舍的大臣 郑皇贵妃深深明白 以他与崔文生之间的过往 定罪崔文生 也等于坐实了自己的一半罪责 此后他们肯定会再翻出 妖书挺机两岸 将自己推入万劫不复的边缘 他此时不得不收敛羽翼 窝掘于寝宫之中 等待着新帝的定夺 实质新帝天启 也就是朱长洛的皇长子朱游孝 刚刚登基 朝堂上下分乱不堪 而朱臣也确实没有他指使崔文生投毒的直接证据 天性软弱的天启皇帝在外庭和内宫的对垒中难以抉择 最终还是为同意惩罚崔文生 正是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朱游孝的决定像他的父亲一样 再次保全了具有重大嫌疑的郑皇贵妃 除此之外 大臣们攻击的对象 当然少不了进县送命先丹的李可卓 大家不禁回忆起 就在皇帝驾崩的前天 内阁首府方从哲 代替稍有恢复的朱长洛 颁布一道御址 嘉奖尽送先丹的李可卓 五十两白银赞踏忠心 首府拟招 是指的内阁大臣 带皇帝起草招书御址 这样一个特殊的制度 实际上它是首府 内阁首府辅佐皇帝的一种特殊手段 而不是制衡约束 作为首府的方从哲 按皇帝的意思 曹拟嘉奖令 合情合理合法 可是这一道嘉奖令 却有意无意地透露了 这样一层意味 尽要的李可卓 是遵循朱长洛本人的意愿 服从皇帝 而且确实使病重的皇帝 身体有所好转 不然也不会这样称赞 此举实际上将红丸案的责任 转移到了死去的朱长洛身上 群臣的愤怒 被这一纸诏书激起 所以将方从哲和李可卓连坐 一同进行攻击 这个大明令里面有一条 就是拥医杀人这么一个条 它也规定的非常详细 如果是过失导致 把人给医死了 那就以过失杀人罪 过失治人死亡罪来处理 那么想反过来 如果你是故意开错了药房 或者说故意乱开药房 想骗取人的钱财的话 那么首先呢 以盗窃罪处理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致人死亡了 那么则以故意杀人罪来处理 一般是死刑 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拥医致人死亡 就是此时永远不能再行医了 不带可卓 无以服天下 不带催文声 无以服可卓 不削夺 从者观接路因 无以泄天地人神之愤 这已是当时诸臣愤怒之急 对红丸一案进行停议的最终结果 停议是指的庭城会议 在明朝军国大事 都经过停议来决定 停议的参与的官员 都是高官 内阁首府 立护礼兵行公六部尚书 以及韩明科道官员 以停议方式处理这个案件 也表明了红丸案的属性 这不单单是一个重大的刑事案件 而是像众多紫禁城内说不清的历史旧案一样 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先有催文声用药 后有李可卓奉命尽完 前后两剂中药 将即位三十天的朱长洛 从龙椅上悄然带走 红丸一世成为案件 也是因皇帝之死 究竟是不是红丸所害 实难断定 如果断定是红丸之害 又要面对是无心之师 还是弑君之举的判定 更重要的是 由群臣内侍为政 纵欲偷欢 是朱长洛所为 红丸一要 也是他所求 难道还要指责皇帝 就由自取 在这里 每个人的立场 都随着突变的政治形势 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崔李二人 作为红丸案的主犯 受到不同待遇 李发疏贵州 而崔仅仅是被折往南京 后来宦官当权 竟还着生了 这红丸案中的重大嫌疑人 这两人的最终判决 印证了明朝司法 与皇权的复杂关系 朱长洛即位不久 就突然驾崩 连年号都未能用上 在儿子登基之后 才补上了太昌这个年号 可这一年 既不平定 也不昌顺 反而因为紫禁城内 连起的祸端 而成为一个多世之秋 红丸案结而未结 与朱长洛一样 成为紫禁城内 权势斗争的牺牲品 虽然郑皇贵妃 再次从悬崖边 全身而退 但随着两任皇帝的 先后离世 他的一生 也将走入完结之偏 只是这时 正是还抱着太后之梦 仍未知觉 一月天子突然驾崩 紫禁城内再起纷争 贵妃选世 暗劫同盟 盘踞前卿 事争后卫 皇帝年幼 谁主江山 贵妃一生 终归何处 见证下期播出 紫禁城一案第五集 贵妃梦遂 紫禁城 于是 七认